大陸网购发起的双十一光棍节 每年都带来庞大收益 这股风潮也吹向台湾 电视购物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990块 990块钱 购物专家详细介绍热门商品 除了看电视 透过专属APP 还有各项优惠活动 就是要抢供光棍节商机 不只有这个满额阵的活动 而且最高商品可以限折到 1111的价格 这个我相信已经是通路 最大的折扣优惠了 其实在每次的大节当中 我们大概成长的业绩 都可以到两成以上 除了有折扣 在购物台APP上买到一定金额 就能选号跟买彩券一样 还有苹果游戏提高购买诱因 结合这样的行销手法 吸引消费者目光 就觉得快过年 应该可以买一些家电 之类的东西 光棍节商机加上年末消费潮 不让网购业者专美于钱 电视台也大动作在APP上 以各式创意行销 就盘消费者买单 在那新闻 正如荣誉 陈亚特报道